第二章 让史维登堡声明大造的神奇事件 接受特殊使命离开科学界 前面介绍史维登堡时谈过 他原本是18世纪名造一时的天才科学家 在1745年之前 他都持续与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进行交流 精通20种不同的科学领域 发表了多达150册的科学论文 但却意外地被赋予了另外一个使命 等他开始进出灵界体验另外一个世界的细节时 他与科学界的关系就一下子全断了 看到这件事 欧洲的科学界都非常痛心 甚至有人哀悼史维登堡已死 某些科学家甚至还对他浪费了自己的天才感到愤慨 直接把他当成了疯子 史维登堡一再重生 要找人代替我研究我打算研究的科学课题 是非常容易的 但灵界的真相不是学问或知识 而是关于永恒生命的重大问题 我告诉大家的灵界真相 可能影响每个人会到天堂还是地狱去 这种特别的使命 这种特别的使命比我作为科学家能贡献的东西重要千倍万倍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可以担起这个使命 所有的科学其实都是造物主立下的法则 而我就是受这位造物主的呼唤而得到这样的使命 我这些关于灵界的住宿将能帮助数以亿计 甚至十亿计的人类到天界去 我看到了 亲身体验到了宇宙终极的真相 只要用心读过的人都会知道 我不是在写小说 这真是意义深长的自白 史维登堡在1758年出版天堂与地狱一书 那时他与灵界的交流已经展开了13年了 也已经掌握天堂地狱中间灵界等的真相 因为内容太出人意外 在当时显得太激进 所以只能匿名在伦敦出版 从那之后 史维登堡在欧洲作为灵人者的名声 就比作为科学家的名声更大了 以下介绍在他的书出版之后 发生的几件广为人知的事件 在瑞典女王面前通明 史维登堡曾经接受祖国瑞典女王邀请 前去进见 她本身是瑞典的贵族 也是上议院的议员 女王有什么活动与庆典等 偶尔也会邀请她 但那天 她却是受邀在众官员的面前 试验通灵术 当史维登堡 进入准备好的场地时 以女王为中心 许多官员都瞪大了眼睛看她 眼神全都充满了怀疑 女王之所以召集这样的聚会 是为了两个理由 一来她想看看史维登堡 已经传遍欧洲的通灵异能 二来是为了透过史维登堡之口 在众臣们面前夸赞 已故将军的遗者 女王提到那位已故将军的名字 并询问史维登堡 认不认识 但是史维登堡 连有这位将军的存在都不知道 女王把将军的名字写下来 交给史维登堡 命令说 将军死了之后 留了一封遗书给我 这件事除了我之外 谁也不知道 内容当然就更没人知道了 我之所以没有将它公开 是因为当时里面提到的人物还健在 同时将军也曾拜托我 不要公开 不过现在 信里的相关者 都已经过世超过十年以上了 我想要将他那封信 公开给官员们 既然你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 见到那些过去者的灵魂 那么我就想借你的口 来将那封信的内容公开出来 接受到女王的秘密 史维登堡在诸多官员 众目睽睽之下 躺到沙发上 用他已经熟练的 不能再熟练的 模拟死亡技术 脱离了肉体 但光知道将军的名字 是不够的 真正进入灵界寻找之前 还需要更具体的资讯 首先 要钻进女王的灵魂才行 这是为了搞清楚女王 所知那个将军的来历 但女王根本 想都没有想过 史维登堡会跑到自己的灵魂中 搜索情报 史维登堡进入灵界之后 用从女王那边看到的样貌一对比 立刻就找出了那位将军 史维登堡开始 只试着跟将军用思维概念来对话 史维登堡问他 您是不是某某将军 将军给予了正面的回答 史维登堡马上将遗述的问题办出来 待在灵界中 随着时间流逝 在世上的记忆也会渐渐淡忘 甚至消失 将军拼命搜索当时的记忆 好不容易才想起来 遗述的内容是自己与部署在战场上的英勇行径 并请求国家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英勇奋战的部署 史维登堡得到答案 马上回到自己的肉体 这时周围所有人都屏息望着他 宫中的气氛 下时紧张到几乎要令人窒息 史维登堡郑重地走到女王面前 说出了将军遗述的内容 听了史维登堡的话 女王大吃一惊 史维登堡大人 这真是惊人 您辛苦了 您果然是瑞典的骄傲 现在 让我们来朗读将军的遗书吧 史维登堡从女王那里借过遗书 大声朗读 在场的官员纷纷发出了惊叹声 遗书内容跟史维登堡先前所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从这刻起 大家都将史维登堡是座瑞典的神人 女王宣布说 将军遗述的内容虽然此刻才公布 但是国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按照将军禀报的内容执行了 接着史维登堡就开始谈他在灵界看到的将军的情况 将军现在生活在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做的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只不过是去问问将军 并且将听到的带回来罢了 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或魔术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了 女王参战了史维登堡一番 史维登堡在驻大城的贺彩声中移开了宫殿 这超出人们想象力的事件 在很短的期间内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荷兰外交官遗孀的珠宝 史维登堡曾经受某位荷兰大使遗孀的请求 办过一件事 当时这位大使夫人身陷极大的困境 她的丈夫是1761年被荷兰派往到瑞典的大使 驻地在斯德哥尔摩 她完成了瑞典工作回到本国之后 没多久就过世了 但是某天一个珠宝商寄给 寄给这位遗孀一张账单 说她丈夫生前送给她的高级戒指与项链等礼物 都还没有付钱 要求尽快支付 这位遗孀大吃一惊 就她所知 丈夫平时从未设过账 但她将整个家翻过几遍 都还是没有办法找到收据 所以她只能去请在瑞典时 就听闻过鼎鼎大名的史维登堡 恳求她去问问丈夫收据到底在哪里 史维登堡知道后便伸出援手 进入连接去见遗孀的丈夫 问了收据所在之处 回到现实世界后 史维登堡对遗孀说 收据就在寝室衣柜的第几个抽屉中 听到这句话 遗孀大失所望 对史维登堡说 那个抽屉不知已经翻过几遍了 但就是没有收据 史维登堡回答 你丈夫说那个抽屉有个暗格 请将抽屉底层拆开来看看 遗孀照着书座 果然发现抽屉底下的暗格 家中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在里头 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她急着找的那张收据 林氏斯德哥尔摩的火灾 有一次史维登堡为了参加会议而来到瑞典西部的城市戈登堡 她的计划是晚上留宿在朋友家 第二天再与那位朋友一起出席会议 可是等她抵达了朋友家 吃午饭的时候 她却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出神状态 更详细地说 她平常都是有意识地主动采用模拟死亡的技术来脱离肉体 但那天她是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出体的状态 朋友看到史维登堡突然脸色发白 无精打采 以为她是长途舟车劳顿 太过疲倦而已 所以将她搬到床上躺着 史维登堡就这样处在出神状态下 拼命大喊 失火了 火灾 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火 在那一刻 史维登堡的灵体已经跟自己的肉体脱离 她瞬间到达了斯德哥尔摩的火灾现场 火灾的启燃点是在城市的西边 被刚好扬起的强风一吹 迅速往东蔓延 顷刻间 几乎整座城都快被巨大的火焰吞没 人们被火焰逼得东窜西逃 整个斯德哥尔摩瞬间化为恐怖炼狱 火势渐渐往史维登堡家的方向蔓延 史维登堡叹了一句 今天我家要化为灰烬了 但不知何时起 他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群天使 下一瞬间 风向就转了90度 风力开始渐渐减弱 没过多久就熄了 火焰最后到达的地方 是从史维登堡家熟起的第三间房子 史维登堡一下子就回到了肉体里面 你没事吧 朋友一脸忧心地问道 史维登堡立刻长长叹了一口气说 斯德哥尔摩的大火现在已经熄了 最远烧到我家前面第三间房子 我刚才还很担心我家会复制一句 不过现在可以安心了 朋友听到史维登堡的话大吃一惊 在路上顺道前去找戈登堡的市长 报告了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火灾 市长马上派人到首都调查 200多年前的时代不但没有电视 连收音机电话无线电等等都不存在 远地之间要传递消息是非常困难的 趁着马车前往探查的人回来对市长报告 就在史维登堡目击到火灾的时间点上 斯德哥尔摩西部的确发生了火灾 然后因为强风往东部蔓延 最后烧到离史维登堡家插三间的房子 这件骑士一下子就传遍欧洲 史维登堡的著作也因此洛阳纸柜成了畅销书 上述这些神奇事件 让史维登堡的灵能者身份 一下变得比科学家身份更为人所知 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 甚至也曾将这件火灾当作实例 在其书中引用 此后史维登堡在大中间也成了知名人士 并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命运 基督教一级的领袖开始激烈地批评他 因为从他对灵界的记录中可以看出 许多教会流传下来的传统教义 其实与他看到的真相相距甚远 预言自己的死期 以下介绍史维登堡一生中最重大的神奇事件 就是他准确预言出自己的死期 他所预言的日期是1772年3月29日 那一天他身在伦敦 也的确按照预言死去 百年后 遗体成瑞典国王的命运运回祖国瑞典 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之后 安放在乌撒拉大教堂之中 但另一件神奇的事 是他预言自己死期的方法 他不是告诉自己的家人或亲戚 而是写了一封信给他素为平生的约翰·魏斯里牧师 他之所以采用这个方法 是为了给出他通灵的另一个证据 史维登堡写给魏斯里牧师的信 大致内容如下 我所尊敬的魏斯里牧师 我知道您想见我 所以我想向您报告 我会在1772年3月29日 告别这个世界到灵界去 此事一定在那之前 我应该可以见您一面 是为登堡尽起 魏斯里牧师也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回信 我所尊敬的是为登堡大人 我很早就听说过您作为异能者的名声 收到您的信 我太过惊讶 我在朋友们注视之下打开了这封信 您跟我完全没见过面 怎么会知道我想见您呢 我跟朋友们都对这件事大为惊奇 您真是位神奇的人物魏斯里 尽其是位登堡对此解释 我当然是在精神上跟他的灵互相交流 才知道他想见我的 但比起单纯的跟灵体沟通 要与活着的人进行这样的交流 是更困难的 总之魏斯里牧师回的这封信 也可以证明我的通灵术是事实 他继续总结 我现在还存留在这世上的东西 就只有我这已经完成使命的肉体 以及我执笔写下的那些著述 我向魏斯里牧师预言的 1772年3月29日一到 世界就会再次知道我所说的是事实 就像这样 史维登堡两次证明了 人的寿命是在天界中先定下来的 为什么相信死后的世界这么难 史维登堡多年体验灵界的过程中 也与天使有过许多交流 就像史维登堡对灵界非常好奇一样 那些天使也对这人世的一切非常好奇 会对他问东问西的 天使们最惊讶的就是 世人对于灵界几乎是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 史维登堡回答天使们 不管人世的人自认为对死后的世界有知无知 都差不了多少 自认为知道的人都会说 人死后就不再是人而是灵魂 他们认为灵魂虽然活着 却是跟空气 风 以太差不多的气体之类的东西 人的肉体会腐烂归于尘土 等到主再次降临时 就会带来奇迹 让人们再次复活成 有血有肉的物质界的人 听到这番话 天使们简直都快昏倒了 喂 难道我们是风吗 是空气还是什么气体吗 我们拥有完整的身体 还活生生的发出光来 居然说我们是气体 我们就是完整的人 完整的天使啊 告知天使 世人对灵界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各种状况 过分无知的同时 世卫登堡感到十分心痛 天使们对世卫登堡问道 世卫登堡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痛苦的表情呢 世卫登堡犹如自言自语般说 造物主不断将灵界的神秘密 一五一十的启示给我 这些真相 比此前传到世上的绝大部分真相 还要重要 明确 但世人并没有轻易承认 这些东西的价值 造物主想要给予全人类的恩惠 却没办法在世上传扬开来 让我感到深深的歉意 世人要求的是看到奇迹 如果人让他们看到奇迹 他们应该会相信 听到这话 天使安慰他说 奇迹是卫登堡 你从造物主那边受到的一切真理 全都是奇迹 没办法相信这些事情的人 也不可能相信摩西过红海时 让美让海分开 更不会相信 耶稣在世时显出的一切神迹 别再为此难过担忧了 造物主想将世上的人类 引导到天界去 才将你叫到这里来给一起示 你也用你受过科学训练的分析才能 将这一切尽可能明确写了下来 光明已经普照大地 这就是奇迹中的奇迹 而这奇迹将会在世上结出果实来 造物主与救世主都不会轻易地感到挫折灰心的 我们有着永恒的时间 改变世界最伟大的方法 就是向世人们传扬死后的世界 也就是灵界 确实存在 没有谁真了解这件事之后 不会去改变的 回到人世去宣扬真理吧 你做了件很伟大的事 我们代表整个灵界 向你献上感谢 人对死后的世界 与死后的生命之所以难以相信 坦白说是因为 以下这几种态度 我们太聪明了 该知道的东西都已经知道了 人们单纯而天真无邪的心态 也因为这样的想法而破坏态殆尽 人们自夸 我的脑筋逻辑非常清楚 我不会被骗 但是会不会有 对自己的知识太过自信 而骗了自己的情形 这是许多现代人身上 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很多人一听到 鬼神 灵界之类的东西 立刻就会回答 啥 你说灵界 死后的世界 科学早就已经证明 没有这些东西存在 你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啊 不是数位时代的人吗 你不知道复制人 都快做出来了吗 科学已经解开了宇宙所有的秘密 不要再胡扯迷信了 这样说的同时 这个人可能还觉得 只有抱着这样的想法 才算是聪明的现代人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哪一条科学定理 哪一个实验 哪一样证据 哪一位科学家证明了 鬼神 灵界不存在呢 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 史维登堡 说过这样的名言 科学将会为全人类 带来惊人的奇迹 然而 有两件事 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一件事 想用显微镜去看到神 另一件事 创造出一粒 有生命的麦子 科学背后 凡是要求证据的精神 乍看之下 似乎要求人们 否认灵界的存在 如果讲求证据 只停留在物质的层面 是很难证明神 或灵界的存在的 以这样的观点 只能看到造物主 所创造的世界的一半 也就是物质的世界 而且科学 也还探究不出 生命到底从何而来 对科学精神 了解不够透彻的人 很可能认为 科学正在与宗教相争 也就是 在与神相争 在排斥神 然而 作为造物主的神 其实 并不是站在 科学的对立面 科学研究的法则 也是由神 所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最终极的科学家 就是神 只不过 神创造出的法则 让人光用显微镜 无法看到它而已 不过 某些科学家的发展 已经达用新观点 看待物质世界的门槛 例如 量子力学 与相对论等 应有机会 进一步打开 科学的眼界 对很多现代人而言 科学就是 他们崇拜的神 对科学的绝对信仰 已经遮蔽了 人们很大一部分的视野 但科学 再怎么发展 仅只能解释到 人外在的部分 史维登堡 强调过很多次 人类真正的本质面目 是在于内在的灵魂 全知全能的 不是神 而是人 人定圣天 科学带来了 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 而这样的发展 却将傲慢地 灌输进入 人类的灵魂 因此 很多现代人 没能睁开眼 看灵魂 看死后世界的眼睛 现代人 只要敲着电脑键盘 就能查到网络上的资料 自认为是古往今来 最有知识 见识最幸福的人 然而 现代人 用这样的科学 就能避免掉 病痛与死亡吗 等临终之日到来 那些自然聪明的现代人 同样必须搭上 通往邻界的航班 可能 等进了临终 机场要出发时 他们才会发现 自己根本 连航班表都没有 不知该往何处是好 随便乱上飞机 可能刚好 就是通向地域的班机 却 为时已晚 他们已经没有时间 可以买机票 去想去的地方了 当他们在邻界中 睁开眼睛 会发现自己已经 错失了 在人世 能让他们进天堂的 宝贵机会 许维登堡 自己也是聪明人 他接受到的使命 就是尽可能唤醒 更多有慧根的聪明人 不管人们对灵 对科学 抱着什么样的态度 慈爱的神 都爱着他们 也都希望他们 能进入天堂 造物主希望 透过石灯威宝 让更多人知道 天堂的真相 进而开启 他们进入天堂的道路 具复的